俄军事专家俄最新攻击无人机S-70猎人可独立作战 12月14日 俄罗斯副防长阿列克谢克里沃鲁奇克对俄媒表示 俄罗斯最新型攻击无人机S-70猎人手架是飞云形机 在契卡洛夫新西伯利亚航空场下线 该无人机正为试验和首飞做准备 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 俄军事专家维克托穆拉霍夫斯基透露 猎人无人机将能独立遂行战斗任务 穆拉霍夫斯基表示 这种武装无人机将发挥轻型多功能战斗机的作用 它能实施侦察巡逻 目标指示 对地面目标发起攻击 对抗敌空中武器等任务 该无人机在设计之初就准备好独立作战 以及在混合编组内与有人驾驶战机一起完成任务 根据他的介绍 猎人无人机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可作为战役战术航空兵分队和兵团的先前机队 据介绍 S70的实验样机于2019年8月3日完成首飞 同年还完成了与苏富57隐形战斗机的首次联合飞行